最近天氣非常不穩定,首先祝大家安好 歡迎大家收看什麼唐水譜 剛剛過去了沒多久,香港經歷了一場特大的暴雨 就是9月7日和8日,破了紀錄的香港降雨量 亦破了香港黑色暴雨警告長達16個半小時 希望大家安好,大家都記憶猶新 這場特大暴雨真的攤亂了整個香港 從來都未見過這麼多地方可以水浸 市區、彌敦島、黃大仙中心那一帶、農場島等等 浸到過腰,真的從來都未見過是這樣 是不是五百年一遇呢?我就真的不知道 不過五十一年之前有一遇 這個特大雨災亦是一個很大的天災慘劇 我就歷歷在目了 我所說的特大天災慘劇就是很多上一代香港人 記憶猶新的六一八雨災 這個六一八雨災發生在1972年6月18日 我身後這裏就叫做翠平道 裏面很長,有條斜路一路上山 以前觀塘翠平道這裏,那一帶我們叫做雞寮 其實就是七十年代初的時候那時候 那時候香港政府就有一些寮屋安置一些居民 他們暫住在這裏大約四五年左右 就可以慢慢安排去安置區、洗治區 這些寮屋都是很多用木板搭乘 非常之簡陋,雖然他們都有一些很簡陋的設施 就是排水通道,6月18日由於廣東沿岸一帶 一個低壓槽的影響,發生很多大雨 由6月16日開始連續降雨 我們剛剛香港蓋了這個黑色暴雨警告 就是時間最長,平均降雨量最多 就去到有紀錄的400毫米這麼多 但是這個六一八雨災降雨量不忘多樣 它平均降雨量都是達到全港來計 有200毫米這麼多,都非常之厲害 說起來,首先就是那天的6月18日早上 一早已經在雞寮那裡的寮屋區那些居民 就已經是投訴,就說之前就是山上的斜坡 已經陸續有一些泥水不斷湧下來 為什麼呢?山上的斜坡那裡有一個 就是正在興建的一個維修的斜坡 上面有建築也在興建 即是現在的馬里諾書院那裡 然後政府的相關部門接到消息之後 就勒令上面的地盤要停止工程 防止那些泥水湧下來 很不幸運 然後連續下大雨兩天 去到18日那天早上 根據現場的報道 就是說那些生蠻者的報道 就說看到山上的斜坡 整幅整體大範圍地塌下來 情況就好像一張地毯捲下來 但是可惜那塊不是地毯 是帶有洪水的一些泥土 整幅地毯捲下來 於是掩蓋了整整差不多 超過70戶的寮屋居民 整個寮屋的位置 一直被山泥推下去 水平道下面這裏 當然死傷是相當之嚴重的 在當時亦有報道說 有一輛混油的貨車 被山泥推出馬路 翻側 兼且引發大火爆炸 由於事發突然 很多居民致電到警方 搞到線路繁忙 加上大雨 都是應致不暇 然後很多居民都自發去幫 用徒手去挖泥 希望在可見能及的地方 都是拯救了一些受困的居民出來 亦都據說附近有巴士司機 是不理了 即是他現在運行一條巴士線 都不理了 即是見到有傷者 立刻就用巴士 運送去最就近的醫院那裏 希望進行搶救 大家發揮這個互助互愛的精神 同一日的晚上 大約晚上八點鐘 天災人禍這件事 就不只是局限於基層市民 就算你是位居於半山 收入非常之好 都一樣不代表你可以 擔保你的人身安全 就在晚上八點的時候 中環半山區 即是位於港島的寶山道 亦都發生了嚴重的山梨傾斜 首先一大幅面積的山梨坦塌 首先推塌了一棟兩層高的洋房 繼而夾集洋房的建築 即是廢料一起推下去 下面沿著斜坡一路推下去 另外推塌另一棟大約六層高的洋樓 然後如世未止繼續往下衝 因為整整一個山坡是斜坡 去到旭和那裡有一棟 那時候來講 七二年是新建了旭和大廈 有十二層高的 你猜不到 衝力是將旭和大廈攔腰斬斷 事後見到那些圖片 簡直就好像被轟炸一樣 整個灘塔的範圍是非常廣闊 繼而引起很多人的恐慌 因為你知道那時候開始 在廣島的半山區 都陸續建了很多的高樓大廈 而且山泥去的泥土是否鬆脫 是不能遠逢 雖然廣島的半山區 那裡的半山種植很多樹木 但都不能代表可以抓住所有的泥土 這就是六一八的雨災 總共造成一百五十六人死 一百一十七人傷的慘劇 真是破了香港有史以來 最慘烈最嚴重的山迷傾瀉造成的傷亡數字 在那晚全港很多各界都一定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在無線電視有一個賃災籌款 就是首次差不多接近通宵的賃災籌款 很長時間到十二小時 這絕對是一個紀錄 即是六一八雨災的賃災籌款節目 那時候動用了全香港最有名的演藝雄靈和藝人出來賃災 所以我數給大家聽 粵劇界當時已經宣告退休 任劍輝白雪仙 連同那時候的初諷表演即時獻唱 《去國歸韓》這首名曲 不用說了 長哥《新馬仔》 《墨炳榮鳳王女》 唱《奉國恩仇未了情》 還有《新馬仔》長哥 還說特地在演唱之前 來到雞烈這裏視察災情 我還很記得他看見 都慘不忍睹 他說挖出一些死爛者出來 他說很不幸 有些死爛者被一些像類似鐵絲網籌著 你說用挖土機去幫他解除鐵絲網 又不行 這樣又可能會變成你伸手而說 又保存不到全屍 他說那個情況是相當之慘烈的 我還記得當時他們在現場親眼看到的慘況 除此之外 我記得有寶珠姐即是陳寶珠 即時炒冷飯 阿炳哥譚炳文在旁邊幫他 那些慘冷飯好像收費了一萬元 那時候一萬元賣出這碟 陳寶珠寶珠姐的炒冷飯 最空洞當然當時 如果你問我 當然是龍哥李小龍 和他的小兒子李國豪出來一齊預演 龍哥呼籲大家捐款贈災之餘 都是表演功夫 亦都是由他兒子去握板 給李國豪踢板 李國豪踢一下 不知道是否有些協償 踢不到 那不要緊 龍哥說come on 幫他踢完 很多事後的人就說龍哥幫他撕碟板 其實應該不是 因為那塊板 board don't hit back 龍哥一定會握板 頂實 李國豪真的用信心撐下去 小朋友一定是做到這件事的 其實那晚話說又不是李國豪上陣的 本來答應了龍哥的夫人李連達上陣 跟夫妻當一起表演 破天荒未試過 連達個人也有少少害羞 低調 臨陣退縮 可以這樣說 不要了 推兒子出來 先回家 龍哥和李國豪兩父子 破天荒歷史性 一齊出現在電視螢光幕上表演功夫 都說這樣 這個618震災 正是無線這個震災籌款項目 當晚籌了900萬港元 當時來說很大的數字 900萬為了破天荒 也開了電視籌款節目的先河 相比起618雨災慘劇 有156人死亡 117人受傷 不嚴重的數字 跟今次我們香港剛剛過去的 黑色暴雨警告 有四位市民不幸失去生命 我也不能夠說不幸中之大幸 雖然香港整經差不多癱瘓了兩天 畢竟生命少半條我們都嚴多 希望有關當局繼續做好我們的防排取措施 其實是有果效的 你看回以前下大雨 南北巷那一帶一定會發生嚴重的水浸 銅鑼灣也是 銅鑼灣地窄、扭多、人煙囚蜜 但是反而今次黑色暴雨警告裡面 這兩個地方都沒有提交過有水浸報告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年政府有關當局 在上環和銅鑼灣都做了很大的排水工程系統 證明是有果效的 希望以後政府多些加緊在這方面的工程那裡 改善也都希望各位市民 以後出入平安最緊要了 以上就是今集的內容 大家喜歡的話 多多支持我們媽媽唐水寶 介紹給多些朋友看 幫忙看廣告吧 他們在利用作 göst bereit 還是個好吃ender 雲和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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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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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蜴蜜蜜蜜蜜蜜蜜�ень 字幕 李宗盛